大家好,我是小赵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云南的省会城市昆明了 今天的天气不是很好,有点阴天 但是阻挡不了我对这座城市的向往 云南昆明也被叫做春城 不仅仅说明昆明的气候好 昆明的鲜花也比较多 昆明一年四季都有鲜花 各种各样的鲜花 感觉这些花都不会败 我对花的了解不是很多 就是觉得昆明的鲜花特别特别多 在花卫市场 路边甚至远处的大山上 都可以看到各种颜色郁郁葱葱的小花 这里的气候也是非常宜居的 由于海拔比较高 污染比较少的缘故 常见这里天空比较蓝 云朵比较白 空气清新 天气明媚 心情也就跟着好了起来 我来的这几天 也是正值夏天最热的时候 昆明的夏天相比于其他地方的夏天 多了一份温和 少了一份热烈 只让你感觉晒而不觉得热 昆明的黄昏特别漫长 这是一个无比缓慢的城市 人们有的是时间来把自己的生活精细雕刻 昆明那三面的山将昆明和外面隔断了 想来想去用这句诗来形容最好不过了 草堂春睡足窗外日日迟 到昆明的第一天 到昆明的第一天我就爱上了这里 不为别的 就因为它是为人生 为生活而存在的 昆明对于我来说呢 就是我的故乡了 真的很漂亮 昆明街头的小吃也特别的多啊 像豌豆粉 凉米线 凉卷粉 烤肉串 烤洋芋 烤豆腐 刚刚来这里的时候呢 还不知道什么是烤洋芋啊 后来呢 才知道 是土豆 差点闹了个笑话 昆明的米线呢 就有好多种 不单单是过桥米线 这边的烧口呢 也很多 把我们这边的主食大美 做成了各种各样的吃法 有耳块 米线 米糕 米浆 粑粑 等等一系列美食啊 真的是让人流连忘返 这些视频呢 是刚进入昆明市的样子 可以看到 高炉大厦接踵而至 摩天大楼呢 一排挨着一排 不得不说昆明的发展 实在是太快了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也不多说了 大家跟随我的视频呢 一起见证一下 昆明这座城市 独特的魅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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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